赵延昊 浦松宇 TV1号台裁判员孙树静 记录裁判员董春波 赵帅 运动员陈志毅 宗哲 现在比赛开始 宗哲你好 陈志毅你好 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预备 三二一开始 宗哲获得开球选择权 我叫乔克 宗哲获得开球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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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 观看2018乔市 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 分战赛江西休水战 第一阶段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欣元 大家下午好 我是张庆勇 张日老下午好 苏你好 经过昨天跟今天上午的这个 预选赛的争夺 这些选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第一阶段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福建的陈志毅 对阵屏幕右侧来自北京的宗哲 比赛采用13局7胜 8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陈志毅也是在上午的比赛里面 影响了陈志刚 最后败着左突围 陈志刚就被淘汰了 咱们在附加轮阶段其实也有一些打得比较不错的名将 上来头戴脚没打劲 还是脚都得有点直 对 像比如说天津的小刘阳 对 包括之前安徽的陈志刚 这些人气球员呢 也是纷纷落败 对爆冷啊 率先的就出局了 就等于说看到我们这个乔舍大赛比赛 包括福嘉伦 第一轮都不太好打 确实 肯定很重要 抽到对手很重要 也可见 打球也是挺让人佩服的 听说 他的这个右臂啊 经过一次就是非常严重的骨折 对 现在里边还有钢板 没错 但是这阴雨天啊 话说回来可能多少都会有些影响 对 就每次不爱说这些其实 每次说完这些 好像 对 心里会有点不太舒服 没错 那我们就一笔带过啊 陈志毅这边感觉一上来 他的球棚是比较飘逸的 这个一如既往啊 从这个发型啊 到打法 都贯彻着这个艺术气息啊 对 前面你也问过啊 福建籍球员有谁 对 多久不见的 好 点到这人名出现了 是的 上TV台了 而且陈志毅也是来到赛场之后 感冒了 啊 江西这边的九江啊 那个跟福建比的话 可能还温度稍稍低一点 是 江西休水这个城市呢 它是三省交界 湖南湖北 还有咱们江西啊 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 嗯 一山傍水 咱们住的这个地方 后面就是一个小湖 对 环境也特别好 而且今天阴雨绵绵 放眼望去啊 山巒之中啊 环境着栩栩的白烟 犹如仙境 仙境 嗯 这个时候要是此时此刻想银石一首 的话 是不是有点应景了 没错 或者是煮上一壶 老白茶 没错 大家可以去聊一聊球 山间的小鸾亭 啊 好了 嗯 那么咱们茶花会 是不是要聊两两时 哈哈 你看有一些想法啊 嗯 那还是啊 这盘 目前 陈志毅 非常主动的一个 标球位置散落啊 直 非常直 那就往后低竿 盘裤起来都可以 嗯 在今天刚刚结束的 我们乔市中市台球 这个国际大赛赛的海外分战赛啊 嗯 美国战的比赛 波茨呢是战胜了李赫文获得了冠军 对 那么波茨呢 是因为他本身就锁定了一个总决赛的一个海外名额 所以 所以李赫文啊 就接替波茨啊 所以就往下顺源了 对 进入到这个咱们的年终总决赛 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在这边呢也是恭喜李赫文啊 不枉此行啊 这一趟 可以说 而且不用打会外赛 对不用打会外赛 你省了七八天的时间不说费用 对吧 最直接的 费用 就经理体力 要不要走两库 第一局 前置一手 比分一比零 第一局 前置一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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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第二局 陈真一开球 第二局 陈真一开球 一会儿 在这里 一会儿 三位 二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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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要不要直接过来啊 先调六 这球打得不坚决啊 对 都小了 但陈志毅在有些球的时候打得还比较刚 他可能会通过自己的一些准度啊 包括一些调整 然后再去把这白球位置叫回来 红三 这个位置丝毫从左向右打出来就没有的 现在上方拿六条五好了 但是要注意啊 别跑到这个十三号球的后面去 你看 出干有点快啊 我们的这个评论间呢 我跟张志老都是全身关注的盯着一个小的监视器 有14寸12寸这样啊 有的时候一些角度上我也是从家拿了一尺子 只不过我们因为官方评论嘛 没办法像抠图那样露出我们的这个 不能出镜 如果有机会以后技术成熟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时不时的拿这个纸子啊 会比这个球台 那时候估计有可能就是触屏了 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甚至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 嗯 这是干 冲哲刚才在出版 我们从后面镜头里明显能看得到 是 它有一个拐的手腕的动作 导致啊 这个他自己也说过 受伤之后啊 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拐 对 本身 这大夫都说了 能再打球都已经是奇迹了 是的 两个人球锋都很快啊 没有过多的思考 对 连进攻会多一些啊 正常推 要白球要小心 跟五号球之间的碰撞 把一弹裤过来 还是轻啊 看他干法的高低啊 这些正常比如说不下右塞的话 可以叫中带啊 很有可能是左边中带了 对 下右塞的话 那这盘球比较多就可以叫底带 关键看干法高低 还可以继续啊 走一到两个步 叫五 甚至于说K啊 加干 张日导以前年轻的时候留过长发吗 比他这个长度再长一点 留过 工不成发型见过吗 以前 知道 小刘海 而且有点偏中分或者四六这种 没事说喜欢甩一甩 是吧 把我甩起来 我都有十年了 没留过长头发 没留了 没有了 今年可以留下 习惯了已经 长头发好像那回在北京 夏天 一脑袋头发 一脑袋韭菜 好 在二环路上给我晒了 晒 这根拐队就多啊 他自己曾经的这种习惯动作目前也随着自己比赛打得越来越少 所以说动作的夸张程度越来越大了 陈生意性格是蛮好的 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裁判里面或者一些求上的小细节 只要是他告知了 他知道了 没什么问题 重则也在看白球具体放到什么位置 能更好一点 左下角底带代口附近 或者是右上方 两个位置 左下角看白球 还够打 低竿横台 左上角 中则这根13右下角底带有的攻 但如果打进白球高杆下来 后面黑挖的难度会比较大 所以说也是一杆两可的球 单纯做防守的话 需要打薄一点白球往下放 争取可以用13来做一杆斯诺克 白球沉底 要攻吗 还是左下角白球再过来 有没有机会坐上 好球 好球 两刀带口同时 白球坐上防守 跳开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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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吃你了 这个 好球 好球 高杆从下面底后往上弹 然后右上角底带 来就争取可以到中线位置 第二局 宗哲胜 比分1比1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局 综载开球 谢谢大家 10秒 5 4 双三战 中泽在TG台 给我们的翻带的表现 我印象还挺深的 而且双压山战也好 包括石家庄也好 打得都不错 对 这边也是留了一个翻带 但是翻完之后 这个长台有难度 对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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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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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 一颗没碰到 他觉得这条线最新把我就是12号 10号球 最少这两颗里有一颗肯定能碰得到的 但是没想到是刚好一颗没碰 中泽自由球这盘一上手就难了 首先肯定是要找机会可以打1K 甚至于说一些借力的球 比如你摆这边6 4 像屏幕的右上方5号的位置 R号的位置去带 然后打4 6右边抵带 因为本身这两颗球左边抵带是没有的 不算很开放 你必须要去打开局面的话 那上手就要去进攻了 不然就还是控局 做防守 10秒 2传5 5破坏15 然后白球再往上放 还放到红3里边 意思到了难度比较大 好的 关注 1 2 4 4 应该是没有漏球 左上方的红三 也是没有直接进攻 左上方的红三 今天将进行两轮的第一轮比赛 在晚间下午的时间 4点50还有一场 好球 再来右边中带5号就可以先过渡一干 那么这干过渡就是关键球了 因为这个一个抽签的缘故 还会有很多球员的 是在明天才会有比赛 是的 可能从昨天前天到了赛场 没有比赛 正好难得的闲下时光 可以看一看修水的风景了 玩一玩 休息一下 这边 这边应该是收网了 这边应该是一样的 把二号球交得近一点 白球微微向下的角度 甚至推过12只可以做四号球的反降和中带 对 比较简单了 白球停到15跟12号球中间的位置 简单一点 他也在看 太轻 四号球角度向下了 现在 等于说后面你叫黑八也不太好去叫进 而且 看这个角度还要轻推 最后八号球就算是要交右边中带 也会变成一个薄球 不然就是发力再弹固回来 继续打双方的底弹 这边双方有一些 好似诺啊 比赛时间一锅吧 太好了 第五局 综折胜 比分3比2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六局 陈志一开球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打 轻推过来 14刚好 能看到在轻推这个环节上 中则明显这几的能力 更习惯 是 就是不发力 可能本身对于它 在于手或者是小臂 包括大臂环节 钢板的震动会比较小 没错 它没有什么痛感 或者说没有什么体验的感觉 对吧 那的话成功率会比较高 一旦要强行发大力的时候 它肯定心里面都是心有余悸 都不太敢 您很了解呀 应该是这样的 毕竟也受过伤 您是 我们上次有聊过一些 有长时间打野球时间长的在经椎 监径 肩颈 腰肌 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支撑腿 没错 我们是不是经常在电视里 比如说可能咱们这些比较平凡的球员 不太会被大家关注到 但是我们经常听到和看到的应该就是潘耀廷 对 潘耀廷老说他腰伤 没错 记得吧 没错 腰伤和手上的冻伤 手上冻伤是因为他以前的老跟他爸在济南 不是在山东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条件差不太好的时候 冻的 对吧 有冻伤 对吧 常常天天练球 然后凉水 腰伤就是尝尝时间练球 趴着 包括冲球 在一瞬间用力的时候 他会带到一些位置 我能够体会 对吧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在新闻里 新闻里能看得到 就是潘耀廷总在说 找这个队一 国家队队一 做这个康复 对吧 做护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他只是其实中国的很多球员之一 而他是国家队的 所以他在有新闻上面 看得到 那么其他人也会一样 有一些位置 是同样会受伤 就是肩颈腰肘 对 包括支撑腿 膝盖 医学上的网球肘 都会有 漂亮 等于说我们这些球员 平时练球 或者是在练球前和后 最好做一些伸展运动 输展运动 拉伸运动 我打台球 最大的一次上就是 啪就准备冲球 就是我一弯腰 就感觉我这个 弯不下去了 腰眼的时候就感觉 大杯一下 但是我们 当时还跟小伙伴玩呢 谈笑风声 然后感觉没啥事 第二天出问题了 起不来看了吧 小伙伴 第七局 宗轴开酒 中泽这时间已经是领先2分了 4比2 而且这盘球是榨球决进弹 感觉明显从流畅度 白球到位率上 中泽可能更好一些 两个人相对比 中泽要强行的拼了 轻轻的推 轻轻的绑 然后10号球右边底带可以较到 确实轻推强项 角度向上合适 您说 他这个在四平还是双压伸跟我聊过这事 四平跟我聊过这事 他说我以前打球喜欢发力的 自打受了伤之后苦练推肝 苦练推肝 他说推就是尿推 我以前从来不尿推 没办法 没办法 你根据自己身体条件去决定怎么去打 对吧 强行的去做一些自己目前不太去擅长的一些 或者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 不屑这么打的 对 现在必须要这么打 对 还是咱们说的 现实和理想 你总得像一枪敌风 对 一定要打成功率才可以 不能打个性球 看来让我们看到同样来自福建的雷伟民 对 关注一下自己的老前辈 陈志义 我之前问过您啊 嗯 说 我说很多咱们这个东北球员啊 包括好多的东北的朋友 都爱唱这个粤语歌啊 都喜欢唱粤语歌是吧 对对对 爱啪啪爱牙 对吧 像这种粤语歌 什么 爱啪啪 我说这闽南歌啊 对啊 爱啪啪爱银啊 对 爱拼才会赢 哇 这盘就会勾进了啊 我们在这盘销风声之间 中泽这边是有非常漂亮的解球 很应景啊 对 而且两颗球 左边一颗进中段 右边一颗刚好是实在带脚 能不能再稳定将黑把打击 这盘球就漂亮了 左上角 哇 连进仨啊 哎呦 这个球 啊 横到这儿 第八局 陈志怡开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过一些自己的准度 包括一些运气球 比分也扩大了三分了 希望不要对陈志怡的心情有什么影响 打好自己的球 打自己的球 陈志怡这个球员 其实韧性还是蛮足的 这个想法也非常好 一个借力 然后左边中单如果撞进 刚好上方 红三还能打 现在是没进 中折 直接用10号来去传白球看能不能放到9号里面 很明显的刹车球 没有传证啊 鞋干球2号没有听到戴口 没有传证啊 鞋干球2号没有听到戴口 大流的刹车球 那小力推啊 如果不进还可以用7号去防 但是这杆球貌似是15号就漏了 如果有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 就现在打13番底 接力进 先把上方难处理的球处理掉 对 常规打法就是 再用别的球去调整 是的 先打下面14由9号 可能再防一杆 出来了 底杆减速 再防一杆 右边边扣接 左上方的二号球 坏了 又没接到 这样先摆13了 不打吗 打完11再上去调13 也可以啊 主要还是觉得可能13号太难 其实我觉得这个球如果你觉得13号难 你就摆个13 对对对 打进之后带口再过度 其实无论是先打11去做13还是先打13 总之就是先把13处理掉 对 他在上面最后太别扭 还是发力去啊 发力接近白球下来 还能不能传到 这个球11有一点点挡 看能不能打实 这角都不好判断啊 对 感觉应该还是能够看到一个薄边 就还能传 明显是有反赛在里面 对 左菜高竿 马上再勾一下11的 继续 传一个 好球 再来 有把我打9没把我打11过度 确实这个苦恋轻推的能力现在已经是不错了 很稳 再来中低杆左菜 往上多走一点点 不要过中线啊 刚好打14再向上 够直就低杆往回退一点 叫同代好了 第八曲 综折胜 笔发6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继续 感谢观看 第九局 总折开球 感谢观看 这球肯定是要西库的 但是陈志亦还用着这种干法 其实现在用四走意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但是因为上方有个九 不太好去白球跑出来 还是临时 改变了一下想法 你现在要攻的话 三号球其实也可以攻 和中泽这边考虑到七号 一号 这边还有再思考一下 十秒 这球就别奔着仰去了 直接奔着劲打 四 三 二 还是打薄了一点 哇 这球能力强 陈志亦有时候会这样的 有比较惊艳的一些表现在里面 再来 滴杆之爹可以拉 哇 高杆再过来 他打得比较奔放的时候 有些球还是 没有唱到里的 很有欣赏性 又是一个下反赛的薄球 漏球了 这盘单色 对于中泽来说 是非常好的机会 上手先来看七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很多的这个 电影观众啊 觉得陈志亦可能有一张明星脸 不是 对 陈志亦啊 有一张明星脸 有没有觉得他像 说到这儿了 陈志亦和陈志亦有关系吗 没有 两个人不是两个 不是一个省关系 开个玩笑啊 陈志亦会有很多的这个不了解的这个球迷朋友们会问啊 嗯 什么什么明星脸 我是觉得他有点像香港演员 香港演员 欧阳正华 欧阳正华 万子良 万子良 哦 有一点点像 但万子良应该比他身材要再睽違一点 是 高一点 你觉得呢 他像谁 我觉得欧阳正华 正华 对吧 还有那个 小时候看的野蛮女友 韩国的那叫什么 车太贤 车太贤 对 车太贤 少加尔炎 是有点像啊 确实 主要的那个发型也留着很艺术啊 难免都会往这个 他这个发型确实跟车太贤有点像 要是万子良大哥的话 那就得输大背头了 好像前两天我看万子良好像还告调的 付出了 是吧 还挺有派的 但是岁数确实是 不饶人 杀猪刀都看脸上了 你看看这个 他曾经的跟周恩发拍的一些电影 非常好看 防守环节 一经中折现在已经到了赛点 而且时间剩下21分钟 而且我隐约的感觉啊 感觉这个陈志宜有点这个 就是无心恋战的感觉啊 还行 他至少纠缠两下 并没有说一轮 还是做一些防守 对于周正来说 这杆防守 还是要有一定难度的啊 放上面对手14 放下面一定要靠左才可以 翻中 关键时刻又来了 那没办法 有特技球嘛 我们都玩过游戏 这个人物有特技 那没办法 前面我们都有再提 这叫什么 幸运一击 中哲在一些关键时刻的翻带会 帮他得分 对 这一干 确实 玩网游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叫暴击 对 那现在 6叫3 3 就牵扯到你 不K 那就最后可以把翻中带啊 如果是K 那就刚好是 流出了一个挡路三向上的角度 翻法不需要很低啊 中梯端发力 还是不K 那就继续啊 一个是底带 界十二号力 另外一个是翻右边中带 这边交位也是很关键啊 如果翻右边中带 白球最好能过开球线 到开球线附近 有一个反向向上保的这种翻中带啊 不然就是打进 从上往下 界十二号 左边底带 打到这儿 这么发力呢 要翻中吗 应该是要翻带了 存在十字的这种啊 对 十字跑球 这种球需要可以把打比较薄才行 不太厚 可是因为它是横向的嘛 需要掌握这个薄厚 你肯定不如一个 这种纵向的要好瞄准一点 看拿捏的火候吧 硬薄不厚 我在来 咱们休水之前啊 跟咱们这个以前的 孟之队的球员马志宇啊 我们也打过球聊过天 他在赛前就在这个 俱乐部里给我表演了各种翻带啊 嗯 他欺负我啊 他表演了各种翻带 然后呢 给我演示啊 这个带怎么翻 那个带怎么翻 这家伙邪恶之呢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然后都左边底带了一个线 看还有没有这种 会心一击 楼球 直线就12号上来94 三颗球 够直 第一个我还推一点 高杆 请推弹衣裤起来 把号叫底带 握手了 握手了 那恭喜宗哲获得了比赛胜利 那么下一场比赛呢 是在下午的4点50 我们到时再见 稍后见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